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来听三公敬敌 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陈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陈东华 东华你好 各位午安 杨倩红 县红你好 大家好 黄珊珊 珊珊你好 大家好 对于这个五都的选举 南边的台南跟高雄 到底民进党会不会发生分裂 这件事情是最近民进党党主席 蔡英文非常头痛的事情 昨天呢 他亲自到台南去跑了一趟 这场参会呢 应该许天才要出席 可是没出席 到底蔡英文跟许天才 在昨天是不是针对整个的事情 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 听一下许天才怎么 未来有没有要 就是帮忙补选特别问题 不要谈这个 谈这个是自己一波 自己的脚脚 有没有比较临近 有没有比较临近一点 我本来是临近的 是被这个追杀 追杀的更不临近而已 记者的问题是说 跟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谈完之后 有没有比较临近一点点 许天才并没有否认 跟蔡英文见面 不过昨天呢 蔡英文到台南去的 这一场整合参会 许天才没有出席 大家问蔡英文说 要不要再跟她见面谈 她说不一定 今天有约市长 稍晚要再谈一下是不是 没有没有 市长都有 市长说有 对啊 市长都有 不一定会见 落底啊 这种事情 真的没有说定 没有说定 如果他希望跟你们见面 那当然欢迎 蔡英文在参会的时候 因为许天才没出现 大家问说有没有要见面 原来是记者通知她说 许天才说可以见面 那今天呢 看起来各大媒体 对于这个报道呢 似乎是蔡英文 已经摆平了这件事情 许天才说 只要蔡英文开口 她会帮赖清德辅选 虽然如此 昨天她还是大吐苦水 她本来很宁静 是被追杀的不宁静 为什么这么戏剧化的发展 最后许天才是辅选了 会玩 我们回到这个民进党 大台南的初选 那个时候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个许天才是阿扁在五都里面 唯一指名支持的 双双齐齐的五都候选人 就是许天才 那包括陈志忠 指定推荐 对陈志忠那时候也去帮许天才 好几个场子去站台 所以一起力挺许天才 但许天才在初选 结果的确是输给赖清德 输得不多 不是说像这个其他候选人 遥遥落后 许天才是第二名 输十几% 这个政権 有没有可能许天才自己出来 独立参选 或是用武党籍 脱党 或是国民党征召 各种排列组合都有可能 我在这种情况之下 许天才有没有一拼的本钱 我认为是有 有 虽然昨天友台 是一面倒的唱出来说 都没贏 都没贏 不过 选举这事情很难说 那我许天才在台南市 根据了这么久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 许天才不是新潮流的 他以前是正义连线的 所以他不是蔡英文赖清德 陈曲他们那一边的人 所以我认为许天才 有实力可以一拼 包括他的这个 在台南的人脉 台南的这个地方电台的实力 其实大部分是支持许天才 那许天才要不要选 我觉得许天才要讲清楚 可是如果是赖清德将来选上市长之后 留下来的那个立委 许天才去选的话 那我这边必须公开讲 那我看不起许天才 如果搞了半天原来你就是 怨懒赖清德 为了这一席立委 你也为了立委要在那里 筛选的大家都看不起你 那我相信如果赖清德那席立委 因为那席立委的选区是在台南市 那赖清德 许天才那边干了八年的市长 九年市长说那我来选这个立委 我想许天才应该选得上 即便选得上一样看不起你 那你要嘛就出来拼大台南 要嘛就是帮赖清德服选 你如果跑去选那个立委 我觉得不应该 那变成做小了嘛 可是昨件事情这个发生转环 发生转变 应该就是这一席立委瞧定了 因为之前就在初选的过程里面 就很多人在讲说 赖清德你怎么这样 你到底是要选死纪吗 那赖清德当然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传说 如果我现在就说好我辞职的话 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 远载堂的问题 说那你才给我站在那 你才给我指示 那我立委先辞掉 然后让立委啊跟 11月27号那个五都选举 同时举行 你算算时间可以算得出来 到底该同时举行 还是该分开举行 同时举行有说远载的问题 分开举行要多选一次 对如果看赖清德 就破釜成这个时间了 如果说因为我们选拔 我跟进去三个月嘛 如果他算时间的话 都11月27号往前退三个月 然后宣布说我辞立委的话 那当然可以在11月27号 基于那个成本的考量 节省说 那我们同一天来选 这当然是可以 可是我这边我给 许天台市长的建议说 要注意社会观感 社会观感 社会观感是无价的 那是选票没办法衡量的 社会观感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如果说这个 是那么愿意帮赖清德服选的话 我是鼓励许天台出来选的 算看来啊 没什么好事 不要看来 搞不好他会赢 你出来选的话 社会观感比较好 是这样吗 对就要做明快的决定 你刚刚看许天台那个回答 因为那个访问比较长 还没有完全宁静 对而且那个记者问候 他都是停下来 就是说许天台并没有那种 以前那个气势没有了 陷入天人交战啊 蓝学员许天台会注重社会观感吗 哪一种社会观感对他讲比较重要 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他宣布选大台南 然后呢没有宣布选立委 这叫社会观感不好 我觉得大概社会观感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就台南社来说的话 其实许天台确实有 他这个本钱去选这个立委 而且呢你说实在话 我觉得就理论上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他先前 不要选立委 最后去选了立委 那现在呢一些 这个过程当中的拒绝辅选啦 一些难以协调啦 都是为了做态 做态希望大家拱他去选立委 那我觉得当然很难 那如果说 他一开始就表明说 我们分进合集 反正都为今天两任市长都当过了 而且呢现在呢 初选当中也是你得胜了 我们共同努力的话 我觉得一个去选市长 一个去选立 对于民进党来说 在台南是最好的一个 最和气最团结的这个局面了啊 大家不要忘记先前 像是当初呢台中县的时候 台中县啊 嗯 陈明文嘉义县的时候 其实张花冠跟陈明文这个事件 大家有在这个事情 你陈明文一点口风都没漏啊 我没有要去选立委 我绝对没有 张花冠也出来否认啊 然后那个龙从军不是逼他表态吗 到最后呢 陈明文一样选了选了立委啊 为什么 这是一个地方势力的延续 所以我觉得对于许天才来说 除非他有像其他的一些政治人物 觉得灰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像邱泰山他本来搭拱他回台中县选 他说不选就不选 他就去念书去了 那但是如果许天才不是这个样子 还希望能够有政治前途的话 我认为其实如果说他早点表态 他要选立委 然后也愿意支持赖清德 我认为这样的社会观感 或者台南市民对他的观感 会是好的 不会因此而不好 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说 可能现在的Kimoji 还有点不爽 这个不爽 还是情绪问题 对我都不认为是冲着蔡英文 只是说蔡英文可能姿态要做够 因为赖清德这边的表示 似乎还不是那么的周到 那包括他也抱怨啊 有地下电台24小时 6个小时追杀他 那这个所谓何来 谁在追杀他 那这个电台背后 是谁的力量比较大 那似乎暗示着是赖清德 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气氛 是让他现在还不愿意 那么的大方的说 好啦我就去选立委了啦 然后我这边支持你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可能还需要民进党内 酝酿一点气氛啦 但是如果说赖清德 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做的话 我认为这个 这个就算他选得上台南市 可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难堪 不过许天才到底要 哪些情况处理完了 他才能够开开心心的说 他要全力的支持赖清德 从他这几天 对外的这个谈话 应该可以知道 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 刚才记者问他问题 他回答的最后句话说 他本来是很宁静的 一直被追杀 追杀到现在就不得不宁静了 那就是说现在会有所谓托党参选的声音出来 是因为有人追杀他 到底谁追杀他 徐天才跟记者说 他自己不是输不起 而是党内的同志步步进逼 到处点火放箭 一再的攻击 连他不表态这件事情也被当成了罪人 这一点是让他最痛苦的 不表态不表态什么呢 就是不表态 支不支持赖清德的这件事情 他说如今连一个道歉也没有 反而继续发动媒体的攻势 蔡英文如果真的关心的话 就不会让事情也变成这样 所以对于蔡英文还是有一点点怨 这一点点怨是说 他都不来管这个事情 任由他被党内的同事步步进逼 然后接下来就讲得更明白了 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全世界只有赖清德 有专用电台来攻击别人 初选的时候呢 用这个黑函跟电台攻击他 电台的负责人 就是赖清德后援会的总会长 每天至少骂他六小时 难道选后不该道歉吗 所以在意的是初选过程当中呢 他指控的是赖清德的后援会的总会长 经营了一个电台 这个电台呢 专门骂他每天骂他六个小时 他说他现在是想要宁静的疗伤 但是连这样都不被允许 党内很多人说他不支持赖清德 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他都已经 跟赖清德主动握手 所以他叫大家放了他 所以他最在意的是初选过程当中呢 每天被赖清德专用电台 他讲的赖清德专用电台 骂六小时 赖清德是新潮流 以前是十一扣 他以前应该是被电台骂的人 那现在为什么他有专用电台去骂别人 这个也蛮奇怪 其实这个过程来讲 如果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当时民进党 民党的初选时间往后延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许天然跟杨秋新 因为他们对那个过程有意见 所以我以后延 其实你如果看蔡英文在负责这个事情的时候 在主导这个过程里面 在初选以前他做了很多协调 当时其实比较紧张的 希望按照标准时间作业的人 是赖清德跟陈菊 那选举过程双方阵营各有文宣部队 其实总会长那一块 总会长 这个部分其实关键是在于 那一席赖清德控出来这席立委 是谁的出入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结局 所以总会长是为了那一席立委 所以现在总会长妥协了吗 照他们的说法是说赖清德要支持许天才 因为跑民进党的人都很清楚 民进党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一个特性 他都好像那个受险业的精算师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利益计算都非常的清楚 赖清德如果想选 选上或者是选得很轻松 选得很漂亮 他就必须要把许天才整合掉 可是这段时间以来 你在看为什么消息其中在许天才 为什么杨秋心的新闻稍微少一点 因为他没有总会长 换一个角度 如果把杨秋心跟许天才 我用简写 叫秋才 很像秋台 秋才的威力是比较恐怖的 所以杨秋心的威力还没发挥呢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如果杨秋心跟许天才两个人都可以拖挡 那个选举的状况就会非常的有趣 会有传染效应吗 一个人拖了 另外一个人就跟着拖 可是问题 这两个人谁要当领头羊 现在看起来是许天才前面 外围的声音比较大 很多的声音是先从台南市开始发起的 如果许天才成功了 后面杨春心会不会跟进 这是蔡英文非常头痛的问题 所以要赶快把许天才处理好 回过头来就讲到这个看板的事情 他被追杀追杀到无路可走 陆在哪里 陆当然还是在赖清德的那席立委身上 只要许天才不首先发难 杨秋心会吗 所以啊 这你可以看出来整个是 杨秋心也要一席立委吗 他一定也要去找立委 因为 民党政治论很好玩是 他是永远退而不休的 不能没有舞台 对他们永远要有一个位置 而且这个年纪都不是很大 正常人工作到五十五六十 大概就退休了 政治人物永远打破这个规则 我们说 李登辉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你整个看来讲 只有一件事情 一定是这个蔡英文下去的时候 把这个许天才的出路 安排好了 安排 路障清掉了 对 那赖清德里面也必须要配合 因为赖清德 那这个总会长会配合吗 赖清德是要去处理 重点是总会长要配合 赖清德要去处理 但是如果有这个蔡英文的承诺 或者蔡英文这边来主持这个事情的话 那总会长赶出来吗 所以整个形势其实说穿了也不复杂 就总会长真的是会乖乖的听赖清德的话 所以赖清德专用电台的这个总会长 这个是一个地上电台地下电台还是地方电台 是一个地方电台 赖清德应该处理得动这件事了 因为基本上他并不是由上面指定来选举的 他是经过初选选的 不管说这个初选的过程或是这个结果 大家满不满意 这是一个结果大家都认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大台南地区也好 大高雄地区也好 这个地方民众的自主性 尤其是绿色选民自主性很强 那许天才今天如果很有把握 有把握说他托党出来选也可以选上 他不是没做过 他做过 所以他就会出来 他也是很精算的 如果这样做 万一自己没当选 然后赖清德也没当选 就国民党当选去 他也要重新去估计一下这个代价 所以地下电台在说他怎样 地方电台 刚刚已经确认过是地方电台 不是地下电台 地方电台 地方电台在说他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拿这个理由出来讲 这格局就很小了 而且如果许天才想要脱党出去选 这个动力必须蔡英文 或是民进党党中央来提供 这个动力才有可能 现在蔡英文的态度 基本上是很柔暖的 所以他没有这个动力 他出不来 然后地方的人士 逐渐在这样一波又一波 这样大家互相谈来谈去的过程里头 就会逐渐化解 所以你觉得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 我觉得本来就没有这个危机 白天没危机 所以这是一个假危机 那许天才也要到他想要的了吗 其实未来恐怕你说那个那一席立委 说不定如果有其他竞争者 也是一样民调 可是如果再做民调的话 那是应该是许天才会拿到 所以他要到了这一席立委吗 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能这样说 因为天下是很多 就是许天才不放心的原因 其实我从政不是很久 但是我有一个 就是到一道提名 那种选举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任何人叫做会炒的小孩有糖吃 所以炒一炒立委又要到了 对啊你初选其实已经结束了 说南京姐你这会长还一直在骂许天才干嘛呢 那我们现在大概从这个研判 为什么许天才会这么生气喔 因为其实应该就是说 那席立委到底你赖清德是要真真诚诚的 让民进党来整合这个台南县市 还是说你要延续你自己个人赖清德在台南市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还有这样的力道再去打许天才 表示你并没有要把这个席位让民进党来处理 没有要把这个势力交出来 对所以变成是 你你要鬼话跑去嘛 那我如果不炒呢 我那个糖可能没有办法知道 那炒一炒也许有一天 可能党主席就要下来跟我谈一谈 那现在看起来连党主席来谈一谈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非常十分确定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里面看起来是 如果赖清德的做法 是让当地许天才的支持者没有办法接受 我不认为他敢拖党参选 但是闹是绝对有办法闹的啦 扶悬就是随随便便啦 因为不然那个糖要怎么样才能吃到 所以一直要不断的发出声音 对 一直到这个立委的提名确认之后 才能够安心的扶悬 这个本来今天他们有一个 要东西要办一个这种 谁要东山再起 那扳的外当 库天台本来是说要 今天要办这个活动 要参加这个外当 那选择东山乡什么意思 因为有东山丫头 东山丫头是好吃啦 重点是要东山再起 要再拼啦 这个出现 南部的两都出现裂痕 你看蔡英文第一阵是什么 国民党不要操作 第一个念的国民党不要操作 阿扁要想要选这个立委 蔡英文第一阵 国民党不要把阿扁当提款机 所以蔡英文的急 就是只要我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就丢给国民党就对 你们公民党害 其实你来看这个事情 他怎么学这么快 目前来讲到国民党什么关系 就大家各位前辈发表 那高论哪个人提到国民党 还是这个总会长 跟国民党有点关系 这当然不是 这跟国民党没关系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关系 那我也不晓得蔡主席 需不需要道歉 显然是用啦 反正那就不理你 有事情就丢给国民党 这个社会观感也不好啦 那我们看台南跟高雄 目前这个之前媒体做过的民调 国民党的候选人 是远远落后 民进党的陈曲跟赖清德 那如果不靠民进党分裂 有没有可能翻盘 就是金兵出场讲说要翻盘 有没有可能 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 所以他说会翻盘 就是一种操作 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他们还没出选 还没决定之前 金普中就说南部要打翻盘 翻盘的选战 我的意思说输30几%跟输20几% 如果在剩下选举不到半年时间之内 没有什么天大地大事情 整个逆转的话 那个还要投吗 那这个东西我请问大家 国民党应不应该去操作 如果选举的考量 各位前辈都是专家 应不应该操作 你就招降纳判这种事情 当然应该操作 为什么不用操作 现在做民调输 20几% 30% 怎么算也输 你也在里面塞人一个 有人出来拖党参选一个 撇票就崩起了 你说现在应该要按住许天才就对 不然的话就叫郭天才回去教书 让许天才选也可以 我说各种排列 就选举的算计来讲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那个总会长怎么办 我跟你讲很简单 如果在清德当选 你可以当什么副市长 你说总会长当副市长 局处首长 那想那个他随便他怎么安排 政务官很多很多缺 随便按差一个位置都有可能 那这个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说 我请大家做个思考说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 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有提名的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想选 那民进党应不应该去操作 一定会去操作 港人要啊 就所以啦 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你的党明明有两个 两个A卡的 然后都很强 那当然是你们出来选 然后把票分掉 当初阿扁啊 怎么在台北市选 赢台北市长 不就是赵叉刚跟黄大舟 两个都堵了 结果阿扁就赢了 对不对 阿扁怎么选上总统的 就连赞跟宋旭 都堵了阿扁就赢了 所以只有国民党才会做这种事 民党是不会的啊 照历史的轨迹来看是这样 只有国民党本店就这样 照历史的轨迹来看是这样 人病也不是啦 我觉得刚刚这个 惠文这一点讲得非常好 我就再同样举个例子 就是嘉义县 大家不要忘记 陈明文怎么样是带枪投靠的 就是陈明文操作嘛 所以我讲到 这个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而是在选举当中 你一定是抓到对方的落点 一定想尽办法 把它成为自己的强项 成为自己的优势嘛 那所以其实当初 陈明文不只是自己投靠 是整个派系 通通投靠民进党 那你说那个时候 大家引发的效益 还不只是在嘉义县而已 整个的地方派系 所有地方都蠢动 只要是国民党 在党内初选落败的地方 通通都有民进党的 全面性的接触 你不来加进民进党也没关系 加进我们的友邦 保台联也可以 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是这样子 大家不要忘记哦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确实认为 蔡英文我那时候 跟她讲自己话的时候 我也觉得她蛮 就是我觉得蛮没意思 就是说今天你在 党主席的位置上面哦 其实我相对来讲 我觉得她讲这个话不够自信 就大家会看你 就是你党主席 有没有能耐去处理 如果你真的有能耐去处理它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旁边有人在缩嘴哦 因为这个缩嘴是一定会的 所以你说啊 这国民党不要来操作就好了 真的国民党不要操作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那我觉得他可能更希望讲说 那你也不要报道好了 对不对不可能嘛 我觉得在台湾的选举 不要讲台湾啦 所有的地方 只要是政治人物的权力斗争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反过来讲哦 如果说国民党没有 就是到底你有没有信心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跟企图想要打赢政党的选战 想要让他翻盘 可能根本没有 好再回过头来讲 当然目前还是民进党的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对于蔡英文来说话 他可能自己哦 真正展现出党主席的那么一个魄力哦 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我是认为许天才 虽然刚才献红特别讲到说 他曾经过去脱党过 确实哦 其实他个性其实还蛮硬的 他那时候还在跑新闻 印象很深 就是没有被提名嘛 他去脱党 然后加入新国家 政线 那因为他过去有这个独派背景 那新国家政线 他整个的独派意识是比较强的 但是啊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在选立委 所以立委的票数跟市长的票数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脱党参选的可能性 真的是为乎其为 理由在于第一个是选市长 第二个除非他能够去操作到 市长的选举能够有气宝效应 否则的话呢 两边如果说是两雄鼎立 造成愚功得利 是郭天才出来的话 那我认为 那是 虽然是多半次工作 虽然对都是偏强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所背负到的整个的那个罪名 是他无法承受的 所以他除非可以精神到这个程度 他才会去脱党 风险很高的 风险很高 如果民进党两个都没上的话 就是郭天才上 他就变成民进党的罪人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变成绿营的罪人 而且他也就不用去选立委了 坦白说 所以呢 我认为他现在还是一个策略 就尽管能在这个立委的部分 赖清德如果愿意缴械 把这个立委的位置送上去给党中央 有你分配 我觉得这就是漂亮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整个事情摆平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不过到底赖清德要缴械 要不要把这席立委交出了 看起来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没错 昨天的这个参会当中呢 虽然许天才没有出席 不过赖清德跟蔡英文 唯一的话题就是许天才 两个人呢不断的谈 那当然蔡英文告诫赖清德的 我是当场跟他说 大家要团结 不要让对手见缝插针 他还是感觉到 国民党似乎想要见缝插针 虽然国民党一直没在操作这个事情 目前一向看起来是这样 那他也劝赖清德说 当政治人物有不快 不高兴的话 当天就要忘记 人家有恩的话 一辈子要记得 这个就是在跟赖清德训话 这个越来越像党主席 然后呢赖清德就说 他虚心受教 那虚心受教的后面比较重要 他说 未来的立委补选 党如果征召 许天才或是苏焕智的话 他都全力支持 就交出来了 所以许天才才会松口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惜为什么是货呢 他怎么知道党中央要征召谁 是不是一桃杀两次 所以不只徐天才出来 苏焕智也要出来 他的玄机不只在货 他徐天才在征召 所以你党中央你要征召才有可能 党中央要开口 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我才愿意挺 如果是要党内出现 那不好意思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压力 他当初可能应该承诺了某个人 所以总会长还是会继续出招 是不是总会长我不知道 他一定承诺了某个人 这个立委其实要让给他 所以这样子讲很漂亮 也这个也没有得罪总会长 因为我答应你 但是呢 如果我们民进党要征召 我就没办法 那非我所能决定 如果要民调的话呢 我也会支持你去参与民调 如果你民调呢 赢许天才或赢苏焕智 那你就出来 大家都不得罪 那这个民调一比起来 看起来如果照市长出选的民调来看 许天才还是排在前面 所以对许天才来讲呢 这个棋局呢 是满足了所有人 所以蔡英文当党主席 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你整个看蔡英文 就是说处理这个危机里面 这对民调 其实绝对是一个 标准的危机处理 当然他第一时间 先推给国民党 国民党不要见风插针 其实讲这个意思 那我就 你觉得国民党 该不该见风插针啊 这么讲 国民党没有直接见风插针 他是间接的 但是有没有中间的一些人 在中间穿梭 而且这个穿梭 绝对不会一直百来许天才 要许天才或杨秋心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 在民进党里面 以他们对民党的了解 要他们拖党参选 要世出有名 第二个 背后的力量够强大 还有 两个人一起做 绝对比一个人最有胆子 是吗 你要做一件这个 跟过去同志 或者 完全理念不大一致的事情 一个人做胆子 其实会比较小 但是你整个看里面 他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蔡英文抓住的一个重点 就是 不管是杨秋心也好 不管是许天才也好 都有辞出无名 所以他诉求的 不公平的东西 的那个 的这个理由 未接其实是不够的 比如说 总会长骂 一个当市长的人 跟一个电台的 电子执行 在计较这个东西 那你要么就直接 挑明了赖清德 或其他的人 有他有挑明赖清德专用电台 可是 他是赖清德专用电台 是说 这个专用电台 这个是你生的 你这个 当他 怎么没有去约束一下 你自己下面的人 这个理由啊 其实 还是他怀疑是他指使的 不管是什么 但是这个理由 就太low了 太low了 但是呢 许天才所有的作为 还是一样 他在想什么 蔡英文在想什么 那他显然 显然他是有用的 因为什么 他逼的蔡英文要下来 本来是 照民主程序 初选输了 我就三次 这个跟 这个落选的 要跟这个 获胜的 要有风度的说 我就支持你了 但是呢 整个棋局是 他不表态 为什么你不表态 就是不甘愿 那 你还是有能力 逼的让党主席下来见 而不是你去见党主席 至少在民党的 过去的伦理体制里面 他还是有一定的 游戏规则 所以这个方法 显然是有用的 就像刚才想的 会吵得孩子有糖吃 他说的安抚 可是你看 另外一边的这个疏患痣 声音相对是安静很多 所以 赖清德的做法 因为我 如果 他是一个透明的人 就是我把这一期立委 千万不要拿在自己手上 这是烫手山鱼 你可能对总会长也没讨好 你对这个疏患痣也没讨好到 对时间才不尽 但是当这个位置 他交到蔡英文手上的时候 交到党中央的时候 问题就在蔡英文身上了 你会有党中央 然后你再透过内部的游戏规则 如果是初选 许天才很清楚知道 初选对他有利 所以 东山就不见了 所以东山丫头就把他吃了 这不必在籍 我补充一下 这个因为 许天才如果初选 真招 或是真的在立委补选的时候 会不会赢 我认为他都会赢 那底子够好 班底很强 那可是许天才 你不是生的丁吗 你不能这样丁吗 昨天有台 因为许天才以前就干过立委 然后他那时候都在财政委员会 所以有台 有人就说 2012如果党重新执政 许天才可以去当财政部长 这个话都出来了 那就是 我刚刚前面讲 那个总会长一样 你可以入 台南市的小内阁 或是以后民进党重新执政的 那个行政院的内阁 所以那个总会长 是入台南市的新闻局长 我许说你这个就不是因为理想或是理念 而是我选输的不爽 然后我就说要分配位置给我 去年如果台南市有升格的话 台南市这个也是帮赖清德讲句公道 本来要出来选的是谁 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那时候 如果去年台南没有升格 然后去年就选的话 我认为赖清德可能会当选 可是赖清德当选的话 同样的问题 他的立委那个缺会流出来 就跟那个张花冠一样 当时台南市有没有人讲说 我永远不再选台南市议员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话 因为他要抢赖清德那些立委 结果现在 他现在又准备要选台南市议员了 政治人物讲的话难听吗 说我永远不再选 那现在的怎么事情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还没升格 所以是不同一个台南市 没有升格 这个台南市议员跟那个台南市议员 并不一样 持议员非比议 自我解释自我感觉良好 就说好那就继续选 所以那一时立委他们已经想很久了 赖清德已经想很久了 那抢成这样子 我是不太同意赖清德去选那时立委了 那这样都表示什么 你就是没位了 你说许天才啦 许天才对啦 你这样去唱那位我感觉不好看 所以我不是说社会观感 他会掉 我认为他会掉 不过社会观感很坏 不过到目前为止 其实许天才都还没有说得很死啦 虽然有放出态度比较软 告诉蔡英文说 如果你要我服选的话 我会服选 但是没有斩钉截铁的保证说 绝对不会拖挡 因为记者不断的问这个问题 他都没有很明确的说不会 所以是不是两个人比较有胆量 还在等杨秋新做最后的决定 我们先来接观众电话